我們要去巴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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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裡有巴西 訓練結束卻遲遲等不到接駁巴士 奧運滑板女將受不了 直接滑回選手村 我們沒有想到什麼事 我只想到在巴西 坐一會兒 坐一會兒 都很累 綽號天使的16歲巴西滑板選手 黎爾是東京奧運女子滑板亞軍 這次征戰巴黎 還沒正式比賽就遇上麻煩 17歲 不 忘了 19、17歲 大家都在等待 一條車子到達 但不到達 誰在意 黎爾表示24號下午 原定4點20分結束訓練後 搭接駁車要回選手村休息吃晚餐 結果哭等三個小時 車還沒來 最後他們決定才上滑板 準備直接滑回去 我們要去巴西 我們要去巴西 常規訓練後還得被迫加戀 還好 黎爾跟同行夥伴最後叫到計程車結束這回合 但奧運期間交通問題不止這一樁 一條條電纜被燒得焦黑 下集新聞 六絕魚報導 六絕魚報導 是